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2021年是中共建黨百年 面對百年來最大的內憂外困 中共勢必會祭出民族牌 用更加仇外和挑釁的方式 轉嫁國內的壓力 鞏固其獨裁政權 在台灣問題上 中共表現的尤為突出 沒有了川普政府的壓力 中共會發起武力 攻台嗎? 大家知道 拜登上台後 在內政方面 一切都以推翻川普的政策為出發點 回到被川普中斷的奧巴馬議程上 但是 在國際地緣政治方面 拜登沒有能否定川普的做法 我們從最重要的印太地緣政治這個角度來看 拜登不僅沒有回到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而且是遵循川普定下的印太戰略 加強了印太戰略圈、盟國之間的合作 那麼 為什麼拜登沒有回到亞太再平衡戰略 而是遵循川規呢? 奧巴馬在2011年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 他所指的亞太地區就是從印度四大陸 經東南亞到美國西海岸這一塊 呈半月弧形的海陸帶 奧巴馬政府當時宣傳 這一地區是21世紀世界戰略和經濟重心所在 亞太再平衡戰略雖然是針對中共國 壓制中共國 但是 奧巴馬政府並沒有把中共國 當成是美國的敵人 只是認為中共對美國的利益構成了挑戰 所以 在奧巴馬時期 兩國的交往實際上是更多 印度太平洋戰略 簡稱印太戰略 則是川普總統在執政第一年提出來的 2018年初批准 這個戰略意圖既有著制衡中共的用意 也意味著印度的區域戰略價值被提升 用印太來界定美國亞洲戰略框架中 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地緣政治區域 印太和亞太相比 美國的盟國範圍擴大了 除了亞太範圍包括的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之外 還囊括進來了印度 主要的沒有大國也由日本、澳大利亞擴大到印度 沒有隊伍的壯大只是皆大歡喜的事 簡單說 川普的印太戰略就是要整合 從西太平洋 沿東南亞、泰國、緬甸 到印度洋以西的海上通道 遏止中共在這一區域的擴張、保護自由航行 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印太戰略是川普在國際地緣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已經得到了自由民主國家的廣泛接受 此外 在過去四年 美中關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從貿易戰、技術、供應鏈、國家安全 一直上升到意識形態之戰 中共極權統治對自由世界的威脅 在川普政府和國會兩院 以及美國民眾中 早已經形成了共識 美中關係這種智的變化 也使得不論是中方有多想回到奧巴馬時代的中美關係 即便是北京明確提出了這種希望 拜登政府也做不到 拜登只能遵循川普的印太戰略展開行動 今年2月18日 美、日、尹、澳 就舉行了四方安全對話的外長會議 以電話協商的形式進行 這個四國外長會議起始於2019年 今年是第三次會議 也是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的首次 四國外長就中共國崛起 以及中共改變地區現狀所帶來的威脅和挑戰 達成了共識 今天我們先不討論四方會談 以及是否可能形成亞洲北約的話題 當下 保護台灣和第一島鏈 仍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點 日本在印太戰略下的重點 也是加強防務 應對中共的威脅 台海危機在2020年就不斷加深 最近 台海議題再受關注 起因為3月9日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 在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作證說 中國正在加速實現到2050年 取代美國在國際秩序領導地位的野心 他擔心這個時間會提前到來 並且台灣首當其衝 共軍可能會在6年內犯台 由於戴維森的身份和工作性質 使得他說出的這些話備受關注 顯示美國對中共可能侵犯台灣的關注 上升到了新的歷史高度 戴維森即將卸任 他的繼任者人選 卸任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阿奎利諾 在3月23日出席聯席參議院軍事委員會 有關他的提名聽證會時 又被多次問到相同的問題 他也認為 目前台灣可能是導致大規模戰爭中 最重要的引爆點 他沒有指明中共什麼時候會以武力犯台 但他認為美國現在必須做出反應 加強前沿部署 與此同時 中共推出了《海警法》 強化對周邊水域的控制 而其中有一些內容 比如 海警人員可以在未經警告下 使用武器的規定違反了國際慣例 但中共可以聲稱是 依照了《海警法》使用的武力 給自己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這就可能在有爭議的海域或海島 引發武力衝突 3月下旬 美台簽署設立海警工作組備忘錄 增進美台、海警之間的合作 增進美國海岸警衛隊 和台灣海岸巡防署之間的溝通 建立雙方的合作和信息分享 美國海岸警衛隊隸屬於國土安全部 不屬於美軍 由海岸警衛隊去增強台灣海岸巡防 既可以避免踩中共不許美軍登陸台灣的紅線 又可以幫助台灣防備中共海警 搞突然襲擊 美方的反應還是很快的 台海危機同樣也讓日本感到壓力山大 日本從各方面都在做認真準備 一旦中共對台動武 美國和日本將如何應對呢? 3月中旬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和防長奧斯汀訪問日本 和日本外向、防向舉行了2加2會議 會後發表了聯合聲明 首次明確提出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根據日本共同社報導 把台灣突發事態作為兩國防長會談的議題 是由美方提出來的 但美方沒有在會談中給出具體的應對措施 而日本政府非常看重台灣突發事態 認為如果發聲那將非同小可 如果放任不管 可能會引起對日本的直接武力攻擊 日本首相菅義偉將在4月8日訪問美國 9月與拜登舉行首腦會談 共同社報導說 雙方將在會談中確認加強投門 將會討論中共國在東海和南海的威脅 還會再次確認防衛間隔諸島 適用於美日安保規定 為共同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 加緊合作 在兩國外長和防長的2加2會談中 美方提出的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也可能在菅義偉和拜登會談後的聯合聲明中提到 這種做法相當罕見 如果是這樣的話 說明美日兩國都非常擔憂台海安全 需要兩國聯手一對 日本前首相安倍3月28日公開表示 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地區 已經成為了美中兩國對立的最前線 日本要以這樣的認知和心理準備 提出相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他說 美國的外交和安全戰略重心已經移到了印太地區 這意味著日美安保條約變得真正重要起來 不過 拜登當局究竟有多大的決心 實施印太戰略仍然是要打個問號 因為 在美國軍方要求加強印太防禦的時候 拜登當局正在削減軍費開支 3月初Politico網站報導 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要求國防部長施壓國會 2022年為其批准50億美元的預算 用來購買震懾中共的武器和飛彈 軍方高層對此表示支持 但是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議員 Adam Smith 反對 他認為美軍沒有必要這麼做 海軍官網3月中旬還報導 拜登的第一個軍事預算就是要削減軍費2.5% 這將導致五角大樓不得不考慮 壓縮海軍艦隊的規模 那麼 美國要落實印太地區的安全承諾 可能就面臨軍力不足的困難 在軍費預算開支方面 拜登繼承了奧巴馬的做法 前不久 軍方高層將領們在參眾兩院 軍事委員會作證時就紛紛指出 奧巴馬時期 政府提供的軍費不足 沒有切實做好必要的國防準備 軍隊的裝備成就 而增加軍費預算是川普當政時做的 加強軍隊建設 同時 川普要求日本、韓國、德國等 承擔美國駐軍的部分軍費 川普延出必行 盟國對美國會保障盟友的安全也身具信心 而現今 雖面臨日益加大的中共軍事壓力 但是 拜登政府卻和軍方意見相左 削減軍費 可能拜登會要求日本、澳大利亞 等印太戰略的核心成員國 承擔更大的責任 這種做法和川普扛起保護盟友大旗的氣概 和切實行動 那就是相去甚遠了 不過 有了印太戰略 美、日、印、澳的抗共意識已經形成 而位於第一島鏈枢紐的台灣 在國際反共陣營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越來越高 這個時候 中共要想再武力攻台 等於是公開向印太 乃至全世界宣戰 而中共即便是有這個膽 可能也沒有這個量了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